脑地丢进洗衣机开启自动洗涤模式当心这样可能会越洗越,哦,不屈一,内 一直接扔洗衣机洗你知道吗?一件穿过的内衣可以在洗衣机上留下一亿大肠杆菌,相当于约0.1克的排泄物,并在上面滞留几个星期 内衣库必须手洗,用手细密地搓弄,这样才洗得干净,彻底 用温水洗净后,应先在阴凉处吹前,再置于阳光下晒干消毒 物区六,外套内衣混住洗很多人会把内衣和外套混在一起丢进洗衣机,舒服之这样做会使衣物变得更,并且容易造成细菌感染 物区七,过量使用洗涤剂很多人以为洗衣液或洗衣粉放得越多,衣服就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,是一种错误观念,因为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达到饱和时,多余的洗涤剂并不能增加节力 物区八,给宝宝使用成人洗涤剂宝宝的皮肤又能浇气,而适合大人使用的洗涤剂对宝宝不合适 应该选用专为宝宝设计的洗衣液来清洗宝宝的衣物 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物区九,洗笔剂泡沫越丰富越好 传统的洗衣观念认为,泡沫越多去污能力越强,洗泡沫了,说明衣物洗干净了 实际上,高泡沫的洗涤剂很难漂洗干净,有时甚至漂洗很多变厚泡沫依然存在 不仅费时,费水,而且洗涤后的衣物发映,穿着时刺激皮肤,引起臊痒 入区时,拉链不拉好,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不拉好,很容易卡住其他衣物,甚至刮花洗衣机内桶 扣子不解开就容易脱落,扭扣孔变形 建议洗衣前拉好拉链,解开扭扣 来源滚人民日报,健康时报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编辑滚杰西喜欢这篇文章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波浪福脸书Google莱恩微信 感谢观看